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人口越来越多 尤其是想巴压放学 永远车都不够 没有整个小时都打不到车 有时我们的街坊迫着 拿2元去乘搭269M 一个站很浪费政府的钱 还有那些巴士 派的班车比较疏 它双隔的时间 起码要20-30分钟才是班车 近年来 在小巴的行业 或者小巴线上 其实缺乏了小巴的司机 和小巴班车脱班的问题 大部分祖堯村的居民 如果要搭小巴 到新都会广场或者地铁站 都需要在这边的小巴站上车 但这个小巴站 是属于一个中途站 因为通常小巴 就会在浩景台 一个私人屋苑 开始洗下来中途站 很多时也会客门 特别是去到一些放学时间 或者在上班 放工的时间 繁忙时间 在后车的情况 是更加严重的 尤其是大屋口村 或者葵村村 丽景村 等等 其实比较多一些长者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都会倚靠 搭小巴 去到外出 去医院 包括小巴313 其实这辆车 是由荃湾 去到玛加列 我们的居民 是要倚靠313 这辆小巴 乘搭去玛加列医院 有时候我们的居民 都会反映有脱班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十分关注 小巴班次服务质素的问题 是的 大家一共有交通 真是头痛 车站多 车时 没有办法行山路 葵联区 本身都是一个 以住宅为主的地区 亦都是有一部分 在医生而建 居民很依赖小巴巴士 作为它出行的工具 想得车 就不知何时有 何时有 我最紧要去前湾 其他地方 虽然时间较长些 都有希望 有得看 但去前湾 就純粹没有希望 不知何时有车 因为37M 是连结葵兴港铁站 和我们葵联区的 一个主要交通工具 削减班次 对居民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上中站去一下 你不通的 你叫老人家怎么走呢 葵聖区 特别是老化区 如果交通继续不改善 是令到一个 惡性循环出现的 长者能够整天 出去外面 进行社交 甚至买东西 第二就是 他有时不愿意出外 不愿意出外 变成了 孤独老人 出现了 进行惡性循环 令到社区的生活质数下降 让韩国人进入 高人工都只得到1,300,000 1,300,000 即是可以 你只要自己 大家看到 后面拍了很多小巴 有车没有司机 其一个问题 原因就是不够司机 我们希望政府 增加一些额外的小巴司机 津贴 以及举办多些小巴的駕驶 执照的课程 给津贴他们 增加多些年轻人的入行机会 另外也可以在科技方面去着手 例如增加一些电子部站的系统 令到居民可以在等车的时候 都可以预算到的时间 更加便利 也都要制定一个 长远的小巴发展蓝图 令到整个行业能够健康地发展 因为在现在的情况 我们看到 小巴是属于 移民回家的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而这个交通工具 是市民回家最后的一公里路 所以我们希望 政府是可以改善到这个交通 因为在整个葵中西来说 大部份的公共屋院 或者私人屋院 都需要有一个 搏脚的交通回家 所以我们可以改善到这个交通工具